不知公主召下官来 甚至我聚婚了 聚婚 那 那陛下有门把她怎么样 阿爷没问怎么样 阿爷就是 省了很多补辟 补辟 孙公 太子还是不见您哪 您是他的乐障 太子不应该这么冷戴您哪 说句不该说的话呀 太子飞哪儿 您得下点功夫了 此话怎讲 太子飞最近哪 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不知礼数的东西 一入东宫便恃宠生骄 有了身孕 他不许太子宠幸良缘成晖 为了姐妹儿逼着一个受伤的忌人 为他表演 差点帅死 我孙家的脸面真让他给丢尽了 我也听到风声 说凌书三番四次地触怒皇后 你说这 不是姐姐的错 不是她的错那是谁的错 为妻不嫌 专横跋扈 她错得厉害 下次 我再入宫一定要好好地训诫她 是是是 姐姐已经够可怜了 别人都欺负她 爹你要是再骂她的话 那她就没法活了 她受谁欺负了 她不让我说 你说你这孩子 咱们是骨肉至亲 如果你姐姐她真受了委屈 你不告诉我们 你要告诉谁啊 说 快说呀 夏侯 陛下 别动 陛下 陛下 太医院太不尽心了 给先后看了这么久 一点起色也没有 反而加重了 不愿太医院 妾身这身子一向如此 好一阵胆一阵 最近又 最近又怎么了 是不是哪个不听话的皇子 公主 又惹先后生气了 要不然 就是太子 太子很好 最近妾身 整栋宫规 没休息好 行了 这些事情都先放一放吧 先后 先后 你安息养兵 只要得空 朕就过来陪你 陛下 且身 事事刻刻等着陛下 先后 你快点好起来吧 这种事可不能随便乱说啊 姐姐亲口告诉我的 可耻 可耻 你也不要太着急 这太子妃受了委屈 咱慢慢地开解她就是了 太子妃受点委屈 不算什么 可太子是大唐的储君 竟然荒废正义 我是为大唐的前程徒心的 昌国公啊 昨夜 请大家帮过去饮宴 一定是他娘子的婚事 我今天呢 给娘子啊 再重新量一下尺寸 这新娘子的嫁衣啊 可是一点都错不得 量什么量 我进宫去了 进宫干什么呀 皇后让我常去陪她聊聊天 被皇后看中是好事 可是娘子 你就要出嫁了 也该准备准够 够了 天天替你唠叨 我还不如进宫呢 娘子 你去哪里啊 娘 娘子 我都知道 我找到我 也内心 是那儿啊 那儿是哪儿啊 你去哪儿啊 人生啊 弟子 乳 公啊 los 我去哪儿呢 等一下 有几句话 我想跟你说 还给你 我不是让你扔了吗 虽然只是一颗珍珠 但毕竟 是那只海拔 用血肉孕育出来的 丢掉它可惜了 我又要嫁人了 我要嫁人了 你狠走运 我不打女人 回来 陛下 这是新改的城防图 先放下吧 待会儿看 是 御史上奏 说昌国公收受贿赂 买卖官职 那些御史 就知道没事 挑剔朝中的大臣 仗着陛下的宽容 经常没把事情搞清楚 就胡乱上奏 昌国公忠勇可嘉 不会是辜负圣恩的人 来人 在 赵昌国公 朕要听听他怎么说 是 竟敢妖言获重 这许昌 诗皇后必遭报应 简直是丧心病狂 如今的道人 胆子都这么大吗 陛下 普通道人专于修炼 其实也并不作恶 这许昌 微臣之前也听说过 连师门都不肯认他 只是仗着能言晦语 讨好宫中贵人 偶尔被招入宫中 便到处得意炫耀 听说后来 皇后改了宫中规矩 禁止他再入宫 也许就是这一点 他怀恨在心 才咒骂皇后 狂妄小人 立即唆拿去藏 遵诈 请不吝点赞 许可